那你瞅人像那行 挺憨厚的 我唯一一点就是想让他个儿一点 你个儿也不高 你还嫌人家来 你又不是一米八 咱先不登记嘛 先摸摸了嘛 俩人交往嘛 那必须得领证啊 咱得受法律保护啊 现在这乡亲的老头老太太们 都是哪来的自信呢 出门前都不带照镜子的吗 光知道挑剔别演 咋不先看看自己长啥样了 今天来乡亲的王大爷 也是节目中的老演员了 张着偶尔一如三百块 就开始各种作妖了 我干六天 你说这么多钱 我挣一千吧 上次相亲 先是理直气壮的 把大妈贬的啥也不是 你怎么在外面打工 一个人一个月 三十天才能跟两天走回去 接着又害怕人家惦记他的钱 要求大伙过亿的 结果人家月入一万多 对他这点小钱根本不在乡 无奈最后啪啪打脸 今天这位端正的陈阿姨 能和他相亲成功吗 大爷你自己豁个大牙 说话都漏风 论形象 论气质 论穿着 论打扮 你要哪一点配得上这位 干净利索又端正的陈阿姨呢 要不说 这次绝对得给红娘家个鸡腿呢 一句话就怼到重点 你个儿也不高 你还嫌人家来 你又不是一米八 对于这次相亲 王大爷依然深受邻居影响 继续坚持搭伙过亿了 但是也总结了经验 可不能像上次一样是人的 刚上来就直入主题把人气跑了 这次咱们得换个套路 咱先不登记嘛 先磨叉嘛 俩人交往嘛 一句话说完 陈阿姨脸都大了了 那你必须得领证啊 这得受法律保护啊 咱不可能说现在年轻人似的 失婚 你那种情况根本俩人根本心都没有底 打过了 王大爷这么不惊油言 红娘都气坏了 就第三段婚姻你是更慎重 还是说得无所谓 现在就是这吵得无所谓了 大爷 你真是死子多了不怕咬 老都老了 还赶时髦把婚姻当儿戏呢 谁没事的耗着时间陪你玩呢 经过红娘一番所教 大爷暂时放下了打扮过椅子的事 正式的暴露了自己的缺点 有事都听不着背 因为我的工作就在场子嘛 当时没注意点就震聋了 你就是大爷 两个都听不着呢 两个都是啊 眼睛没有 眼睛没事的 就这事了就 看看能不能 只要能交流 能交流到一块的时候 有共同语言闹啊 这再进行下一步是不是 走给打卡的 打卡慢慢说呗 那都没事 乔三辰阿姨多长亮 不但没有嫌弃你缺牙尔背的 还愿意在生活中多体谅你 这样的老太太可是不好找呢 我也纳闷了 字面上这么多单身老头 陈阿姨为啥这么着急 给自己下结论的 不管咋说 只要你愿意 那就祝你们最后终成眷属吧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